妳有什麼心願呢 要勇敢說出來 說不定對方就是很願意 幫妳實現喔 好 馬上來看到 今天女主角的心願是什麼 滿 就是會 滿喜歡會運動的男生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像很Man 然後可以保護我這樣 所以就大概做一個小小的測試 就是看一下 做一下伏地挺身 一百個嘛 對不對 也沒有啦... 大概做個... 可以幾下 好 伏地挺身 你可以幾下 我也不知道耶 好啦 沒有 我跟你說啊 就是通常在健身 不是在意那個有幾下 就是有沒有確實 是動作標不標準 對 有沒有確實 因為你做越慢 其實他的充血會越... 效果越好 他應該在撲梗了啦 就慢慢做 沒有 先... 先為自己找藉口 那做個十下好了 十下應該才可以 好 一 二 三 四 不錯 還有五十個 四關掌 四關掌 哇 有標準 這個算標準喔 有啦 算標準 它有下去 OK 好 輕鬆 輕鬆耶 輕鬆達正耶 滿意嗎 所以你是有在運動的嗎 有 好 對 有在運動滿加分的 所以OK 滿意 可以... 好 子安你的心願是什麼 我其實沒有什麼心願耶 我就是想要好玩一下 就是跟我演一段情境劇 什麼情境 對 不錯喔 等一下小琴又要陪他演一段嗎 我聽一下劇情可以嗎 如果太荒謬 我可以說 我這個劇沒有劇本 沒有劇本 就是 FREE STYLE 因為我個人也不是太會演戲 但是我是一個比較搞笑的人 對 然後我這個情境是 我們今天兩個人搭到一個電梯裡面 然後電梯壞掉了 打不開 對 然後我們要在裡面生存 對 好 已經是打不開多久了 過了十天之後嗎 沒有... 那可能有味道了 對... 有血腥情節了 對 所以 待會兒我們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電梯 對 然後我們... 一開始我們要假裝不認識 好 對 然後我們就要演下去 反正我會講的先好 你配合我就好 好 反正情境就是電梯壞了 對... 已經壞了是不是 電梯門開了 我們現在走進來... 對 好 你要再左邊一點... 右邊一點 自然電梯門開 對 然後你假裝按一下 然後... 然後你要問我說 先生幾樓 那個我11樓 好 可以幫我按嗎 好 開始 奇怪 怎麼那麼熱啊 是...是不是壞掉了 噔... 那妳...妳要去幾樓 電梯已經壞了 好像也到不了了 還是我們要按... 是不是先打那個緊急電話 就那個紅色那個... 喂 有人嗎... 那個我們的電梯壞掉了 可以來修嗎 都沒人耶... 怎麼辦... 怎麼辦... 手機... 有訊號嗎 手機忘記放家裡 好像都沒有訊號耶 妳有嗎 妳有手機嗎 有... 可是現在完全沒有收訊耶 怎麼辦 我們... 還是我們試著敲敲看 看外面有沒有人聽到 妳力氣大嗎 還是我們用搬的 用搬的 可是如果現在卡在中間 如果搬開會不會很危險 還是... 通常電梯上面會有那個... 電影裡面 對...電影都是這樣演的 就是打開 還是... 跳上去 我上去嗎 沒有啦 我上去... 上面很黑耶 怎麼辦 我們現在卡在幾樓 你看得出來嗎 上不去... 算了 我們還是下去好了 如果我們... 我們現在是卡在中間嗎 我們能不能把門當開 我覺得我們現在 不能講太多話 我們要先思考久一點 因為那氧氣有限 你知道嗎 你吸太多 我們可能就... 沒氧氣就掛了 真的嗎 這麼嚴重 對... 不然我們先想一下 妳有沒有什麼事情 要完成的 還沒有完成的 很多耶 可能在這個電梯 都沒有辦法完成耶 妳身上有帶吃的嗎 沒有耶 沒有耶 怎麼辦 怎麼辦 妳剛剛是沒按... 幾樓 有... 按了八樓 他打開了 他打開了 好 沒有啦 結束了... 弟弟演完了 沒有 我跟你說 弟弟演完 導演在哪裡 導演出來面對 我們看到正好看的 我怕演太久 下集待續 就這樣子 對 我要退票 H導演講解一下傑評 他都已經爬上去了 上面已經打開了 他在嚇著說 這個時候我們氧氣會不足 你都已經打... 你已經打... 窗戶打開了 為什麼氧氣不足 沒有 我其實原本是要 跟他說他沒有 他跟我說他沒有按 然後我就打開了 對 其實他... 可是他跟他說 他其實有按那個電梯 來 問一下女主角 好啦 好玩 怎麼樣 跟他演戲有什麼感覺 就是滿荒謬的 荒謬的人 幫我上一個字幕 荒謬的人 我這邊想 他應該是個滿有趣的人 跟他在一起不太無聊 但你可以適應旁邊的另一半 可能一天到晚在整你嗎 車子壞掉了 輪胎拋錨了 就一天我東西壞掉 所以我打電話 我不能去接妳 那個我輪胎被人家刺破 自己放釘子 這樣OK嗎 就是可以 就是我也是一個私底下 其實滿搞笑的人 就是私底下也喜歡演一些 有的沒的這樣 但可能要先講好劇情 不然會演得搭不起來這樣 好 馬上進行 我們今天的最終抉擇 我們今天經過了 這個很多的溝通分析 還有這個生死一瞬間的 這個電梯搞笑烏龍劇之後 好 到底兩個人現在心意如何呢 願不願跟對方做 真實世界的朋友呢 數到三 手機拿出來 加LINE好友 好 一 二 還沒數到這個 太早了 要先解鎖 三 不錯啦 至少認識一個新朋友 房間有救了 你也可以聽很多影片 房間有救了 算十新的 你看他剛剛整個眼神有沒有 發亮燈 多開心 他會害怕想說很亂嘛 對 好 恭喜兩位 今天這個結果我覺得很好 要不要想想現在的心情 約會之後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 本來就是可以多多交朋友 然後不管適不適合會不會走下去 那些都是之後的事情 對 本來就不能太倡促地做決定 好 所以下次約會你要帶他去哪裡 我 我會問他想去哪裡 那會坐電梯嗎 不會 走樓梯 走樓梯 走到十一樓 他是一個會記事情的人 我發現 記憑 記憑滿好的 好 那孝希妳的感覺呢 因為我今年就是想要有一些 新的開始嘛 就以前我可能個性比較保守一點 比較不是那麼勇敢在交朋友 但今年就是也是 滿鼓勵自己多交朋友 多認識一些新的人 因為反正今年就是 都是新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 我要多多地去嘗試 多接受一下 不一樣的可能人生觀 或者是興趣喜好什麼的 每一秒鐘 都是人生一個新的開始 走出來就有機會 認識新朋友 可能會展開一個全新的季節 是不是很羨慕呢 所以趕快掃我們的QR Call 歡迎大家 一起來約會 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祝福你們 拜拜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all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啊 A Catholic 小鈴鐺 紫草 小鈴鐺